如果有异族同胞的话,你们告诉我一下 那我就讲解一下3.1的重要 所以3.1是胡贡哥哥维迪安 那么其实他跟我们2.8学的是有一点类似的 只是我们之前都学到Berat W是等于Mg W等于Mg这个formula是来自哪里的呢? 是来自胡贡哥维迪安 是牛顿的第二定律,就是F等于MA 那么我们知道W是Berat来的,它是重量嘛 那么重量是一个力来的 所以W是相对来讲是其中一种力,其中一个F来的 然后M就是脊心 那么G是一个Pertrutan来的 在这里G就是Pertrutan gravity K它就是Pertrutan gravity 但是呢,这个只是 W等于Mg只是 对于我们如果要找G的话 我们第二课我们知道是9.8亿 但是要怎样知道是9.8亿呢? 那么我们就要追溯到第三课 OK?我们知道第三课 OK?我们要知道第三课的这个东西 那么其实第三课主要是讲到 这个3.1主要是讲到 每一样 每一堆的东西 每一堆的object 它们都有引力 OK?当然不只是 每个东西从上面掉下来 OK?我们一直都以为 这是地球拉 拉每一个东西再下去地上 但是其实不是的 我们 我们看到第三课它是讲到 每一堆的东西 让它们在一个距离 都会有互相的吸引力 OK?互相吸引力 不管是地球对太阳啊 太阳对月亮啊 包括甚至我跟前面的这个电脑 我们都有引力的 只是那个引力 是很小的 小到微不足道 我们根本是没有察觉 甚至我们可以克服它 那么第三课 这个3.1 它主要的formula是这个 F等于大G M1 M2 除以R5平方 OK?这个G 其实就是巴马拉哥加维迪安 那么你不需要背 其实因为 这个是 formula 这个考试会给的 大概是 6.67 乘以10 -11 OK?我其实也没有背 所以其实 不需要背 因为这个东西它会给的 OK?然后 然后 M1 就是极性 M2 是极性 M2 然后 除以R平方 然后这个R就是 两个 之间的距离啊 那么我们一般讲两个之间的距离呢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看这个 M1 跟M2 我们讲的距离不是指 这样子 OK?不是 因为我们要知道 我们主要 refer to the point mass 就是指我们 refer它的中间点 所有的这个整个GCIM 其实它 专注在这个中心点 所以我们是从中间的点 开始算起 OK?所以就是两个object之间的中间点 来 算它的距离 OK?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formula的关系呢 如果GCIM 哪一个GCIM 不管是第一个 或第二个GCIM 越高的话 那么它的 它的引力就越大 同样的相反来说 我们看到那个R 距离越短的话 距离越短的话 其实它的 它的力也是越大 OK? 所以 这个R平方 它的这个 它这个CADA 它这个NESPA 其实是 是平方的这个 这个倍数来 来增加的 意思就是比如 我减了一半 我的距离可能从5cm 减到剩下2.5cm 那么 我的距离是减了一半 OK? 除以2 但是我的力其实是 乘以4 因为它有平方 因为它有平方 所以它会乘以4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 F等于 F等于G M1 M2 除以R平方 所以我们会用这个 来解决不同的例子 OK? 比如说 我们平常两个之间的 object的力 OK? 比如说你跟你旁边的朋友 比如说现在 比较干熟悉的1m 那么你们之间的引力是多少 OK?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 当然就是我们 还有看其他的 比如我们 跟地球之间 我们跟地球之间的引力 OK? 意思就是说 OK? 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地球 这个是我们 OK? 那么 通常我们是讲 我们一定会掉下去的 OK? 因为一定是引力 我们会掉下去 但是同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也拉地球上来 只是 只是因为地球它的 质量太大了 可以大到 然后其实围不足道 它的那个 拉上来的那个力 其实是 没有什么感觉的 OK? 比如说 我们的重量是 800N 那么地球拉我们下去是800N 那么 其实同样的情况来讲 我们拉地球上来也是800N OK? 800N 只是因为地球它太重了 重到其实它围不足道 感觉根本没有推动到它 OK? 然后这是第二个例子 然后第三个例子 就是我们看 比如说 卫星 地球上面 地球以上 距离的这个卫星 的这个 它的这个力啊 等等之类的 然后之后我们看 星球等等之类的 OK? 所以 这个是第一部分 第二个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 关于到这个 Hubung Hubung Pertutan Gravity 跟Permalaka Gravity 就是小G跟大G的关系 这个graph呢 其实可以的话你就记得啦 OK? 那么 其实我们可以推论到这个formular 我列一下 OK?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 W等于MG嘛 OK? W等于MG 然后 然后同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把这个formular 换进去 F等于 大G M1 M2 除以R R R2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的 把这个是 M1 OK? M1 所以 这两个是一样的 OK? 比如说我们讲 一个东西 一个地球 一个东西 一个地球 给它们之间的 的Li 然后 那个G呢 Pertutan Gravity 是多少呢? 其实我们可以 用这两个formular来找 OK? 那么M2 其实就是地球的 的质量啦 我们就用它M 然后 比如说 这个东西 它是在地球的上面 OK? 正好在地球的 上面 OK? 它在地球上面 OK? 那么 这个它的radius呢 它的脚加力 其实就是 它的距离就是 它的脚加力 OK? 那么我们就可以写 大R OK? 大R 所以这两个 我们其实相等之下 我们会发现到 MG 等于 所以M1 G M1 M 除以R 平方 所以我们删掉的话 把那个M1删掉的话 我们就拿到 这个formular OK? 那么如果这个radius 这个距离是 这个距离是在 这个距离是在 Jari的范围 以内的话 那么它是 直线性的上升 OK? 它是直线性的上升 OK? 直线性的上升 然后 当然你可以用数学来 Proof 这里我就不要讲太多 但是如果它的距离是从 我们的地球的半径以上 开始的话 他们会发现 其实它的 它的这个引力是 越来越 小的 OK? 它是 Huasa Dua 的 这个平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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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 来下降的 OK? 所以总之 NeoGraph就是 直线 然后之后 它是冷供的 OK? OK? 第三 就是 关于到Diamma Musa OK? 可能我觉得 C跟D 我分 下一次才讲 所以今天我们就 focus这两个 这两个先 然后我们现在 就做一点的 C提 那么下一个 下一个 我们才看这个 Diamma Musa 跟 找那个Formula 即信 Bumi OK? OK? 那么 其实这个东西 我有share在你们的 Telegram 你们可以看一下 OK? 你们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 那我现在 OK? 如果有问题 哪一个方面 要我再讲解的话 可以 可以 给我知道一下 OK? 可以给我知道一下 看一下 有没有 OK 好 OK 那我们看一点的问题 我们看一点的问题 那么在 Telegram 里面 嗯 在这个 4.3 这个方 4.3 Gorgavidian 有啊 OK 那么这些就是 它的一些的重点 其实这个是 我上网找到的一个 Nota 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的 PowerPoint 其实是蛮多了 因为我讲到很仔细 所以 第一次的时候 我就讲到很仔细 那么如果 我们再复习一次的话 可能我们就不需要 再讲这么仔细了 因为 你已经知道了 OK 然后 这些都是它的重点 OK 嗯 OK 我们就来看 这个 Latehan OK 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下 OK 我们来做一下 OK 蛮简单的 其实 OK Refresh一下 那么第一题 Devary 极星Bola Boling And the last Pro KG 那么你看到 如果有数字的话 你就把 10KG OK 你就写下来 就Label什么 M1 等于10KG OK 10KG 然后极星Bumi 是另外一个极星 可以放M2 M2等于 5.97 G 当然 你也不需要记 地球的 基心 不需要 因为这些东西它都会给你的 OK 然后 然后加上 An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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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 乘以10 刮色6 那么这里我放R R等于 6.37 乘以10 刮色6 OK OK 所以要找Dial的话 写Formula下来 F等你 G M1 M2 除以R平方 OK 然后就把这些号码放进去咯 那么 G呢 其实就是这个Value咯 6.67 OK 把它放进去 OK 那么 如果你们得空的话 你们现在跟我一起做咯 你们就 刷一下多少答案 OK 这个主要是Practice 因为有时候 号码太大太小 我们可能会 不熟悉的话 我们会按错 计算机按错 所以 你熟悉之后 多练习几次的话 我相信你的答案就比较OK了 所以有没有一个人可以 把答案给出来呢 OK 我听到声音了 OK 谁给了答案 98.13N OK 98.13N 对吗 就是8.13N OK 大家拿到这个答案 就是8.13N OK 98.13N OK 其实是对的 OK 因为其实 如果我们 以平常来看 用2.8的这个来做的话 我们懂 W等于mg 1.13N 那么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m10 乘以9.81 那么其实我们大概拿到98.1 98.1 差不多这样子 OK 然后 第二题 第二题也是类似的 只是它倒反过来还要你找G-SIM OK 同样的你就Label咯 G-SIM不密是 比如m1是多少 OK 5.97乘以10 瓜色24 然后 J-R-O就是 多少 然后 F就是 多少 然后你就找 m2 OK 你找m2等于多少 OK 所以答案大概是 713.56 OK 你们有没有拿到这个答案啊 答案大概是713.56kg OK 这是第二个题目啦 他Daniel sometimes叫您找G-SIM SIM OK 然后第三个题目呢 他要叫找JARF OK 他叫你找JARF 所以 同样的咯 OK 第三题 M1是6乘以10,刮色15kg M2是3.5乘以10,刮色20kg 把我的笔忘记带回来 所以我用mouse写有一点困难 然后F是5500N 5500N 所以你要找R等于多少 OK,那我就给你们找一下,我看一下你们的答案 我可以upload啦,只是我可以upload的没有问题的 只是可能,因为这个课我都用中文嘛 所以我不晓得,可能我就用中文来命名吧 不然的话其他人进了之后会发现,为什么这个老师讲中文 OK,所以我倒回去 OK,所以第三题答案是 答案是多少呢 OK,第三题答案是多少 你不要忘记,它有答案是答案 你不要忘记,它有答案是多少 所以 Alguassaduo等于 G M1 M2 除以F OK,我大概做一下 6.67 6.67 除以 6.67 6.6 3.6 3.7 8.7 6.7 4.7 8.7 1.7 7.8.8.7 8.6 3.8.5 8.7 8.7 我们找到什么答案了 有没有人可以给答案 看一下有没有人可以给答案 ok 对 ok 所以1.6乘以10 或者11 1t的unit要写啊 答案unit要写 有时候这种题目你要注意就是 怕他们就是 比如给你km 还是gram 之类的 那么你就要确保 即sim一定要换kg 即sim一定要换kg 然后 这个garrot一定要换meter ok garrot一定要换meter ok 所以这个我们解决了 好 我们接下来看 接下来的题目 ok 这个就主要讲到关系了 意思就是 我们不要把它算出来 ok 我们只是用这个lisbar的方式来 还找出多少个f 这样子 ok 比如说 嗯 比如说我做地体啊 ok 那么我们现在f 等于 gm1 m2 除以r 平方 ok 那么现在 我其中一个极心 变成两个 ok 所以变成两个的话 我就变成2me 2me 那么我们现在要找它的dial的话 ok 我要找它的dial的话 就是 f ok 我放f' 就是新的dial的话 f' 就等于 g 那么现在第一个极心就是 2me ok 2me m2 除以r 平方 那么我只要把号码2放在前面 然后 gm1 m2 除以r r平方 那么你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是 ok 这个挂呼这个其实是跟这边一样的 看到吗 而且是f来的 所以答案其实就是等于r r r f 意思就是本来original的这个dial 这个力 当我把我的极心 变成两倍的时候 那么我的力是多少 ok 就变成两倍了 所以是以备份的 这个方式来解决的 不是把号码放进去这样子 ok 所以是第一题咯 a 第二题的话 如果极心更多变成一半的话 啊 就怎么样 所以 f' 就是等于 g me 是一样的没有改变 m2的话 就变成 120 m2 ok 120m2 除以 除以 r平方 那么你就把号码放在前面 120 g me m2 除以 r平方 ok 那么你知道这个后面的这个东西其实是f来的 所以等于 120 f 就是我 意思是指我的 我的引力 变成一半了咯 变成一半了 变成一半了 ok 通常 A跟B 没什么问题啦 主要是C跟D 可能会一点 就是会发生一点的初心 ok 一点的初心 ok 那么比如说f' 就等于 现在我的距离是 Stigel Galligan的 就是变成3套 ok 那么意思就是我的套 变成3套 ok 变成3套 所以 G M1 M2 ok 那么现在这个r 我跟它用3套来代替 ok 3个r来代替 那么我就发现 其实当然是190 f 190 f 190 f 就一个3 平方的话就变成9了 ok 可能我还写 写一下 G M1 M2 Ber 9 R Spring 1 1 9 f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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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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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一点啦 gme m2 除以 1.4就是 1.16 平方 那么其实你知道分数 除以 号码除以分数的话 就是到法过来了 那么其实这个16就跑来上面了 所以其实答案就拿到 16f 可以吗 有问题吗 在这个我在我的PowerPoint 有给一些的例子 所以大家可以 如果不详细的话可以再去看一下 我外面给它蛮详细的 ok 可以 可以吗 你们学校教第三课了吗 除了我 也是假议的学校 我不确定其他学生 你们的学校 然后现在是教哪里 是教第三课了吗 看一下有没有回应 嗯 其实我是希望的话 你们可以 你们可以 可以用zoom ok 如果你们可以用zoom的话 我就比较容易看到 嗯 你们有没有message之类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一直要推出 进出进出这样子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可能下次我们 用zoom 其实就是你们 去电话 download zoom 那么其实zoom 现在比较安全了 因为它有话说这些 所以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ok 只是我们可能就变成40分钟了 ok 我们的上课就变成40分钟这样 ok 我们再看这样子了 ok 接下来我们再看 接下来 还有什么题目的 ok 我们这个做了 那么之后就是这个graph 关于呼泵万 小G跟大G的 这个我讲过了 如果 如果这个距离是小过半斤的话 那么它是直线的话 它是直线的话 它是直线的 但是如果它从 半斤开始的话 那么它的引力 啊 它的这个 啊 sorry 它的pirtual time gravity 就是下降到很快的 ok 下降到 更快的 平方的方式 ok 两个翅膀的 下降 ok 然后呢 这些就是几个不同的例子咯 ok 如果是bawa bumbukan 就是指 如果我们的是小过半斤的话 那么就是要减咯 要减掉它的这个 这个距离 如果是 如果是 在这个表面上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话 就是 嗯 凹平方咯 然后如果是 比如说 卫星啊 月亮 它们在很高的高度 那么就要加一个h 要加一个h 那么我们看其中 其中一些例子咯 ok 第一个 即兴Planet M 就是了 3.17 乘以10 光是27kg 但即兴Planet adalah 4.37 乘以10光17m ok 可以的话我们就写下来 ok 那么 那么M1 是 3.17 乘以10 乘以10 乘以27kg 然后 只加力Planet 是R ok R等于 4.37 乘以10 乘以87m ok 那么其实呢 你发现到如果 嗯 如果题目是 Planet 跟Jazzat 的话 通常我们会把它变成 即兴Planet 是大M 即兴Planet 我们就放大R 因为它是固定的 ok 不好意思 那么 所以呢 如果 有了 有了 5kg 可以 可以 所以 M 小M 等于 5kg 那么 你要找 A percutan A 你要找 Planet G 就等于多少 ok 那么 你懂 formula 如果你搜的话 formula 其实就是 G M 除以R 平方 ok 那么这个formula 怎样找的呢 就是 你把 W 等于MG 跟F 等于 G M 大M 除以R 平方 这两个相等 这两个相等 这两个相等的话 你就会把M割掉了 ok 所以 把号码画进去 G 是6.67 乘以10 挂色 negative 11 乘以1 G SIM 3.17 乘以10 挂色 27 除以 R R 4.37 乘以10 刮色 7 然后 别忘了 平方 就把答案给出来 那么unit是 MS-2 MS-2 有人给答案是吗 110.72 ok 很好 清类你的unit不对啊 应该是meter per Saad MMS-2 所以要注意一下unit unit不对 ok 所以unit是 所以A答案是 110.72 MS-2 b verad的话 你知道 其实你可以用任何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w等于mg 你可以用f等于 gm1 gm1 m2 除以r 平方 可是你知道其实 你都 听不懂都叫你找a了吗 所以其实它通常不会叫你 不是想要你做这个f等于gm2 他只要你用f等于mg 他只要就是要你用w等于mg这个formula 所以m 就是5x110.72 就拿到553.6N 对吗 553.6N 553.6N 对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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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rmb的答案 rmb的答案 可以哈 我看一下我们还有几题 OK我们还有两题啦 我们就做完这两题 所以第二题 所以第二题 你要注意是这边是500km 达里本不可按啊 OK 所以r 现在就是 r 加以h 因为它 它在地球表面的上面 所以你要加一个ketting 所以 6.37 乘以 10 4.6 再加以 h是500km 500km你要换成m 所以500 乘以 如果你不记得 这样子换啊 Km的话 Km的话 Km是imbo hand啊 那么你不要imbo hand的话 你就 把它删掉对吗 所以这个是 不要的话就是bunk 我们打差就是你要乘 500 乘以 10 3 OK 所以加500 乘以10 3 4.3 我已经做过一次的视频 关于这个 Protocolat imbo hand 其实你们 from3数学已经学到了的 可是可能有机会我们 如果还是不熟悉我们再来 再来一下 OK所以这个你用计算机按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 所以答案应该是6.87 乘以10 416 OK meter 然后 m m已经给了咯 OK m已经给了 那么现在 你要找的就是 Protocolat Protocolat G 等于 大G 大M 除以 OK这里的R就是 R加H 所以直接把 这个答案放进去 R平方 OK 那么我就把 计算的这个方面交给你们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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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给你答案呢 8.06 对吗 我真的没有答案 我真的没有答案 我只是教你们 怎样子 然后 我真的没有答案 所以如果大家算的答案差不多 都一样的话就没有问题 这现在拿到8.06 那其他人呢 有拿到8.06吗 8.0 OK我 就assume 打到8.06 哈 小芬有拿到8.06吗 8.44而已 真空呢 真空拿到多少 小芬有拿到8.06 所以你发现 其实 问题哦 就是在我们按的时候 9.8 哎 很有趣哦 大家拿到不一样的答案 很奇怪哦 你们都拿到不一样的答案 9.81 OK 啊 来 我按计算计啊 6.67 乘以10 乘以 5.94 乘以10 瓜色 14 然后 再除以 我们的out是6.8 多少啊 我忘了 我忘了 6.87 6.87 乘以10 瓜色 6 8.39 8.39 对吗 你看到8.39 对吗 哎呦 没有一个人跟我押答案 9.8应该不是对的 因为呢 呃你知道这个 这个 这个距离是超过半斤的 所以它肯定是少过 肯定是下降的 因为你知道它的graph啊 OK 它的graph 呃 这样子吗 这是g 然后这是 out 那么你知道一开始如果它是 out的话 5.97啊 sorry ok out的话它是直线的 然后之后呢 就会慢慢的下降嘛 所以它肯定是小过的 肯定是小过的 5.97啊 sorry ok那么我换一下 答案是8.44 8.44对吗 ok答案是8.44 ok所以答案是8.44msnegative 你们都拿到这个答案吗 你们再算多一次 所以有 这里小分应该是对的 ok答案是8.44 ok答案是8.44msnegative 那我们再做多一题 我们就 结束今天的这个 讨论了 那么 如果你们要 再做其他练习的话 等一下我给你们看啊 我其实share给你们了 OK我们看最后一题 Bouti gamma power Pertutum gravity Di boomgang Boulai Andela 1.6 Pertutum gravity Di boomgang Boumi OK OK 那么其实 这个题目呢 它其实 你已经知道了 从改第一题 你就知道 G 是等于 9.81msnegative 那么现在你是要找 这个 找这个 Pertutum gravity Boulai 那么 G Boulai 等于 G M 除以 R Square OK 你就把号码放进去 OK 号码放进去之后 6.67 乘以10 挂射 减11 乘以 即兴Boulai 是7.35 乘以10 挂射 22 除以 1.74 乘以10 26 OK 你应该拿到大概答案是 1.661 差不多这样啦 你应该拿到大概这样的答案 然后之后呢 这个是 这是 Boumi OK Boumi 我就放Earth啦 OK 改一下 OK 这个我就放E 这个我就放M OK 那么 G E 等于 等于 K G M OK 明白吗 就是我要找它的这个 这个Constant OK 那么 9.81 等于 K 乘以 1.61 K 那 就等于 多少呢 9.81 除以 1.61 我应该倒盘过来啊不好意思 我应该倒盘过来才对 我应该是 我应该是 1.61 应该是 1.62吧 1.62对吗 所以就拿到答案大概是 1.6这样啦 OK 大概是1.6 所以就不必干了咯 应该是1.62 可以吗 看一下 增线你的可能就是你按错了 OK 就是 可能你的小数点 不是小数点 那个挂号 你忘记挂号 OK 你要记得挂号 你出的时候 要记得挂号 因为 这边是 华色2 2 可以挂色2 而且这是-11 所以 确保你按计算机的时候要按对 应该是1.62的 OK 所以这样子就proof到了咯 是1.6啦 OK 可以啊 OK这个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讨论啦 那么你们 下个Delegram 其实就可以 其实这是其他的笔记啦 是其他老师做的笔记啦 你们要看也可以看啦 OK 那么你们要做 可以做的就是 这个 这个 Practice 第一个的 OK 其实我刚刚 今天早上还 send的啦 那么 其实你们可以 做这些题目啦 OK 这些 它其实蛮多题目的啦 其实可以 可以做练习的 那么答案 我底下 share给你们 你们可以 试看做 我们就做到第 第9题啦 可以做到第9题 第9题 第10题 第10题 对不起你们做到第11题啦 因为做到第11题就可以了 然后剩下的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点讨论 OK那么这个是他的答案啦 答案我给他share给你们 OK所以 今天我们大概看第3.1的第1个部分啦 那么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before我们结束我们今天的课 有吗 如果 没有的话 我希望 这样每个礼拜 这样的这样子 可以帮到你们啦 其实 这个 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课啦 你们要不要来都OK的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可以帮到你们 如果你们课上什么问题 我就帮到你们这样子 啊 因为我知道4个也可能 你们有一些 就是 老师可能 在赶课 所以要教很快啊 还是什么之类的 OK但是 就 总之就是有问题 就可以来问我就可以了 OK 好 如果没有问题 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啦 那么当然 如果你们在课页上 有功课 有问题要问 你们可以在group里面 post出来 OK 不用含蓄的 因为 主要目的是因为group 很少人了 所以 你们可以更专注的 我也可以更专注的 帮助你们 而不是普遍上这样子的教 OK 好 那么我们下礼拜见啦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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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